中美新闻联播 举行2016新年开业大典 省经信委领导列宁集团参观指导 中美集团顺利通过山东省首批电商公共服务机构认证 中美集团被评为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单位 下面请看具体内容 2016年2月15号农历正月初八上午8点58分 在山东中美集团电商产业园内隆重举行集团新年开业庆典仪式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新年新希望杨帆在启航 2016年2月15号农历正月初八上午8点58分 山东中美集团电商工业园内礼炮齐名响彻云霄 全体中美人齐聚一堂 隆重举行山东中美集团新年开业庆典仪式 隆隆的礼炮声预示着新的一年 集团的生产和经营必定会红红火火 2016年集团业绩必将节节高升 再创新辉煌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 各部门各分公司之间的同事们都互相拜着晚年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诉说着新一年的目标和壮志 表达着对中美的祝福 在这一刻 没有领导 没有员工 大家都是中美的建设者 是血肉相连的亲人 相信在新的一年里 群体中美人将携手并进 共同迎接新的挑战 随后 集团公司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团队活动 拔河比赛 篮球 乒乓球 羽毛球 团队游戏 猜子